今年的2024年 核心的PC物價指數 年增率是2.6% 那相對去年12月的預測 也是往上調了 也就是通膨會往上增加 那你講啊 經濟好 事業預下降 通膨會增加 那你到底要怎麼降息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在節目 也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就是從這些現象看起來 它根本不應該要降息 那市場很期待是沒有錯 那也預先做了降息的準備 問題下就是沒降 可能甚至是會延後 甚至是很不降 甚至是很升息 那當然啦 我覺得現在升息的機率 還是很低 之前說15% 那我覺得現在可能20或25 但是基本上還是往降息的方向走 在今年最新的預測 跟去年12月都認為 今年年底的利率是4.6% 那也就是從現代的水準 往下降3 那這個改變 這個預測還沒有改變 這是中位數 那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講 一點Mega 但是我們先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你會發現喔 狂狂狂會發現 2025年跟2026年 他們的這個利率 其實是往上調整 甚至延伸到長期的趨勢 也是從2.5%往上調到2.6% 就表示 年始終一開始有點覺得 其實好像不需要 把利率調掉很低 經濟還是會持續運作 那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喔 因為利率高其實是對於多數 尤其是退休人士的好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能假設嘛 我們可能過了20年 過了30年要退休了 那好不容易存了一筆錢 那放在銀行裡面 當然就是希望低風險的 可以過退休生活 那如果零利率 你就逼你必須要把銀行的錢 拿出來投資 可是如果你先存錢 我們假設我們不要講太多 你就只要說你存了一千萬 那放在銀行裡 然後那時候利息是10% 那你每年可以拿100萬利息 那我們不曉得 未來物價要衝到哪邊去 但是至少以現況來說 這個高利環境對於退休族 對於想要領固定資產的人 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長期高利 其實它可以壓抑一些投機的步調 對那其實對於長期經濟發展 應該是好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你在聯準會觀察到 1月份2月份3月份 目前為止的數據 他認為通膨還是去增加 高利環境會延續的更久一點點 經濟甚至比想像中來的更好 所以確實你說它要很快降息 其實沒什麼機會 那鮑爾是還沒有很明確的透露 他覺得今年 他是有說過 他覺得今年應該會降息 那利率應該已經到了 不是到了最高 就是快要到最高了 所以他確實是有說過 但是呢 其實其他的有投票權的委員們 有人已經在講了 他覺得今年可能就降息一次 或者有些人覺得 今年不一定會降息喔 所以呢 如果是以這個角度來看 有可能後續 例如說到6月到什麼時候 市場又會再度的修正 好 剛剛佛哥講 那個高利環境 對於退休族來講的好處 當然就是 大家有看到那個圖卡嗎 就是大概如果長期的利率 可能維持在2.5% 2.6% 那其實如果通膨回到2%的話 它這個利率跟通膨 是可以互相cover掉的 是的 沒錯 對不對 大家就不會說 好像我的錢存在銀行裡面 就越變越薄 那它所謂維持在高利率 對於退休族 或者是有一些 比較保守的投資人 他把錢放在銀行裡面 對他們來講 是比較有一個避風港 然後風險趨近於零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爆爾在這一次通膨升溫的環境下 那它其實展開了 近40年最快的升級步伐 那正常情況下 升級速度這麼快 經濟會不會受到打擊 正常情況下 也有可能引發衰退 但是都沒有出來 那這時候他就會覺得 我做這麼強勁的升級 就沒有副作用 就像之前喔 如果大家有印象喔 例如說2008年 2009年 那時候就像海校 然後連總會QE撒了一堆錢 然後可是大家想說 那通膨為了出現大問題 就沒有喔 那次都沒有 我吞了一堆藥效很強的藥 可是卻沒有副作用 好像怪怪的 對 他們也順利的退場囉 你想喔 從2009年到 就是我們說的真的 在2022年疫情爆發前 其實基本上沒有美國 我們就只剩下美國而已 沒有什麼大危機 通膨壓力有 但是其實也控制得下來 所以大家就覺得 怎麼做了那麼 這個是撒了那麼多錢 可是沒出現通膨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一次也是喔 就是我生息生那麼快 收那麼多錢回來 可是你經濟還是很好 那他的說法就是 經濟意外強勁 那原本呢 他們是這個聯準會們 他們原本是覺得 2023年下半年 經濟可能會衰退 結果也沒事 看起來好像沒事 對 那這個時候 就是表示什麼 因為我們講啊 生息叫抗通膨 可是負面影響 正常情況下是經濟降溫 對不對 可是他現在是抗個通膨 經濟又沒降溫 那當然是他為了避免 後續經濟降溫 想要慢慢把利率放下來 這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他確實是想要降息 想要找理由 可是好不容易找到理由 之後通膨又回來了 那糟糕了又沒理由啦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好吧 那就只好改變一下說法 說我們會多觀察一下 這個通膨啊 我覺得短線上面 他的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在所難免 畢竟還是有受到一些 不管是原物料的影響啦 或者是一些消費性支出 都會讓通膨是比較難以捉摸的 可是如果我們長時間來看 就是聯準會 他也不會單看 可能一兩個月的數據嘛 他一定是看一個 長期的一個趨勢 所以從這個通膨壓力 長線的一個趨勢來看 否則會觀察到哪些的訊息 好 那聯準會看的主要指標 那其實是我們剛剛 這個標題有跑過去的 PCE物價指數 但是市場會有波動更劇烈的 其實是CPI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CPI先公佈 CPI大概是每個月 10號到13號就會公佈了 對 他會先公佈 那公佈完 因為PCE大概是月底公佈 所以呢你月中 你知道通膨已經衝高了 那你CPI PCE雖然這個月底公佈 可是理論上不會差太遠 不可能CPI衝上去 然後PCE大幅往下跌 不太可能 經驗上不太可能 所以這時候CPI跑出來 大家就會先跑一段 所以波動就比較拒絕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CPI公佈的時機 那我們可以從這張的圖表中 發現一個特別重要的點 就是我們下載標題 就是長線其實是趨於緩和的 但是短線還是走高了 那這個東西會代表什麼呢 大家想一下 我們做個假設 如果今天它是一個 股價或者是一個公式營收 長線成長力下來 可是短線往上攻 大家會覺得什麼 哎表示什麼 你之前可能例如說最好 以年增率來看 最好的情況下 已經慢慢下來了 可是你短線的業績開始增加 那我就讀什麼 讀你接下來業績爆發 對不對 讀完 這叫長線跟短線 什麼時候要逆轉 因為長線慢慢往下 可是短線有衝高的趨勢 那你這個時候就是抓什麼 有可能短線衝上來 那把這個營收又互換往上走 或者是股價互換往上走 對不對 那其實通膨也是一樣 這樣的概念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的圖表上面 這個是柱狀體的 這是CPI的月增率 就是每個月跟前一個月做比較 那下面這個呢 用線圖來比較的呢 是CPI的年增率 那藍色這邊呢 是他們一般的CPI 那紅色的是核心CPI 核心CPI就是扣除掉能源 扣除掉食品 因為這兩個商品 它比較容易有季節性波動 例如說如果今天忽然下個大雨 那或者是這個掛個颱風 可能這個農產品收成就不好 那可能它的價格就變高 或者是今天這個俄羅斯 講個什麼話 油價又鬆上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核心通膨就扣掉了 比較容易被市場干擾的 那個能源跟食品的價格 那你先看上面柱狀體的 我們看得到重點就是 自從去年10月來到年月增 0.1%之後 你發現11月12月1月2月 都慢慢開始往上走 表示短線通膨走高的動力浮現 好 那這個東西 那當然你一好一壞啦 那我們講的 你從短線柱狀體來說 是通膨回溫的吉祥 所以它是一個壞消息 但如果你從下面的現狀來看 你會發現 它是不是什麼 如果是你這個藍色的CPI 那是從原本的高點超過6% 那慢慢下來 那現在大概是3.1到3.3%之間震盪 然後如果你紅色的 那其實也是慢慢的掉下來 現在掉到年增率3.9% 跟去年同期比較起來 其實下滑的幅度都不小 但是這個時候就出來了一個問題啦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通膨長線趨平 然後呢短線往上走 那接下來就是準備表示什麼 接下來一兩個月要對決了 你看你想很簡單嘛 如果接下來 因為這個公佈是到最新 目前到最新的 是到2月份的數據 那如果到3月4月都在持續增加 那通膨是不是也會被拉上去 年增率也會被拉上去 那等到那個時候才發現 會不會好像有點晚了 所以比較多人就開始佈局啊 你以為我可以要短暫 短線的通膨已經上來了 所以就開始已經佈局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表示 準備接下來一兩個月 如果通膨持續往上 那這個降息啊 還是其他的寬鬆政策呢 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出來了 甚至是慢慢的 如果通膨 例如說像核心通膨 如果回到了4% 5% 那這個時候可能 有一派人就在講說 是不是應該要升息 那這個時候對於市場的影響 就比較巨大了 所以我會這麼說啊 雖然PC很重要 那CPI會先公佈 所以如果我們從CPI 它的長線走勢來看 那其實慢慢的穩定下來 可是如果是短線 開始往上走 它長線也慢慢被拉上去 那個時候就會開始 市場有一些新的 轉向的機會出現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著名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 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 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夠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 ጷ